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别人 而且 我知道很多很多 乡亲父老 希盟的支持者 包括我 有看我直播都知道 有一说一 我没有党派 我照骂的学长 我也骂过他 真的 之前跟巫统合作 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就骂他 我们有一说一 但是 在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最有坚持的政党 我问大家 1969年 513事件之后 全国只剩一个反对党 什么名字 民主行动党 当时的政府 开出两个部长职位 给民主行动党 民主行动党 就是不要假 这个就是他的坚持 值得大家的掌声 我们现在的国家 其实每况愿下 我每次都会讲 这个例子 因为我家是在 是割中流的 我十年前 二十年前 十多岁的时候 我刚要出去 读书的时候 我家 是在中流园里面 开杂货店的 所以很多 那些割中流的外劳 是我杂货店 最主要的客户 当时 当时 是谁在割 马来西亚的中流 大家知道吗 二十年前 印尼 不要叫宰 印尼外劳 印尼人 对不对 我问大家 现在还看得到印尼人吗 印尼人已经不要来了 因为他们的经济 他们在那边赚的钱 已经比他漂洋 过海来这边 要担惊受怕 要给剥削 遇到警察 还要怕 他跟你拿台底钱 他们宁愿不要 因为印尼已经崛起了 其实十年前 当我要上大学 要离开我的甘迸的时候 已经没有印尼人了 割中游的人 变成谁 孟加拉人 班格拉人 前几年 MCO之前 我回我老家 割中游的人 已经变成谁了 尼泊尔人 对 大家想一下 每十年的时间 我们经济就这样子 滑坡式的下滑一次 但尼泊尔人 不要来马来西亚 做这些 出众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找谁来做 还有 不是没有 还有比尼泊尔穹的国家 非洲 非洲都不要来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 可能我们 我这一代不会 大哥大姐这一代不会 我的孩子 大哥大姐的孙子 就要去外面做别人的旅游 去外面帮人家各种游 大家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吗 大家想一下 像我刚才讲 西盟 确实22个月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也有嘛 确实有做不好的 但大家 拿出来比较 22个月的西盟 跟18个月的国门 牧尤丁政府 每天悠转悠转 又悠转 一个SOP可以一天悠转三次 只会派钱叫自己阿爸 拿你一个好 大家在扪心质问 伊斯巴沙比利政府 15个月 有推出过什么政策吗 思考一下 真的 我曾经 我有写专栏 我在五个报纸写专栏 我曾经想找一点东西 来称赞沙比利 你不可以一直骂他吗 人家讲我不公平 你只会骂他罢了 他不可能没有好处的吗 我就去找 沙比利政府 搞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什么新政策 有没有什么新计划 找不到 找不到 我要称赞他 找不到东西 称赞他